刚结束的电视剧周生如故让大家哭到肝肠寸断,而紧接着电视剧一生一世的开播,似乎为大家眼泪买单了,这部剧是由白璐和任嘉伦主演,在开播的第一天,在网络上的热度就非常高,大家对于两位主演的再度合作,也觉得非常开心,虽然讲述的依然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,但是在不同的时代,也有不同的韵味。 该剧根据莫宝非宝小说《一生一世美人谷》改编,讲述的是温婉可人,处事低调的业内顶尖配音演员时宜。 一日在机场,偶遇了儒雅的海归化学教授周生辰,养人一见如故颇有演员,短暂交往后,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为了拯救日渐没落的紫砂湖工厂,周生辰答应母亲的条件,订婚成业,他婉拒了家里安排。 像颇有好感的时宜提出了订婚的请求,时宜内心早已认定,欣然答应。 点滴相处中,养人默契逐渐产生,两颗心慢慢靠近。 周生辰为了振兴家乡的紫砂湖工艺,与长辈产生了经营理念上的巨大分歧。 面对亲情和事业的两难境地,幸的时宜始终相伴,并给予了最坚实的支持和鼓励,养人最终携手最大程度地保全了传统手工艺。 风雨过后,情意更为深重。 然而此时,时宜为了救周生辰遭奸人陷害,身受重伤,重度昏迷。 周生辰暂时放下事业悉心陪伴照料,终将爱妻唤醒,养人约定相伴,此生此事永不分离。 原著的上半部分周生如故,简直堪称古偶悲剧爱情故事的天花板。 以至于很多观众还沉浸在周生如故那虐生虐死的氛围中难以自拔,而一生一世则是带观众走出虐恋沼泽的直升机。 从一生一世以播剧情来看,大部分还是酷甜温暖的故事,明眼的观众都看出来了。 时宜其实是有着前世的记忆,所以他在机场大胆地追上周生辰,所以他不远千里去西安见他,所以在周生辰求婚时毫不犹豫地就答应。 而在这部剧中,任嘉伦饰演的由周生如故中的小男臣王周生辰变成了化学教授,他偏沉稳。 含蓄,更像是一世孤立的一个男人,拥有着无上的权力和智谋,能够轻易更改时宜的国籍,家族势力更是强大到让人无可想象的地步。 这样的一个男人,除了外貌和声音有些缺点之外,几乎挑不出任何的错漏。 而任嘉伦的颜值,似乎也被现代装的刘海给封印了,让人找不到一点小男臣王曾经的封骨。 而这些设定,似乎正是古今联动周生如故中小男臣王被踢骨的遭遇,没有了美人骨,所以被封印了颜值。 古代时小男臣王承受踢骨之行时,估计被狠心的刽子手多抽了一根筋,所以才让现代的周生辰看起来这么沉默吧。 不过,这一世的两人似乎才是男女主应该有的状态。 在最近的剧情中,在众多观众的期待下,陈时CP终于亲上了。 这是一场在车上的拥吻,两人坐在座位上,行到深处时,十一主动出击开撩周生辰,让他把眼睛闭上,最后来了一个无比深情的香吻。 周生辰起初有点猛,最后也开始配合起来。 这让很多观众都是很兴奋。 而除了这个,还在预告片中有很多吻戏,比如两人在车里,十一让周生辰闭上眼睛,两人开始接吻,剧方拍摄得很唯美, 恰好拍出了光折射出来的彩虹。 甜蜜体现在细节中,周生辰穿着白色衬衣,十一穿着蓝色衬衣,十一抱着周生辰的脖子, 两人深情的对望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而剧中的台词也挺细腻和温柔。 我敢确定,你生下来就是要跟我结婚的。 有的人,爱情会有一点磕磕碰碰。 或许,只是一点小小的插曲,终究会走向幸福和美好。 白鹿和任嘉伦堪称最强,CP售后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,你喜欢任嘉伦和白鹿吗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哦。 再见。